第八屆108学年度品德教育实践奖颁奖典礼 典礼开始 教育局赖竹蜜沈科长 陈老师在座的校长主任组长老师家长及大小朋友们 大家午安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台宿企业文物馆教育推广组组长李宜珍 欢迎各位历临长庚大学参加第八屆品德教育实践奖颁奖典礼 首先我们介绍与会的贵宾 让我们欢迎主办单位教育局赖盈奎主任秘书 教育局国小教育科审科典科典科长 接着介绍大浦国民小学黄玉凤校长 幸福国民小学谢岳湘校长 观音高级中学林正清校长 大华高级中学双语小学林瑞席校长 幸福国民中学庄文凯校长 富刚国民小学赖益俱校长 南兴国民小学黄信才校长 接受国民中学傅美琴校长 欢迎各位长官及校长的历临 接着介绍主办单位台塑企业文物馆馆长 长庚大学王光正教授 台塑企业文物馆展览研究组组长 长庚大学林亚平教授 首先欢迎主办单位教育局赖盈奎赖主任秘书 上台为我们致辞 王广长王教授 还有我们两位组长教授 还有在座最敬爱的校长们 还有市长们 还有今天获奖的同学们 下午好 谢谢 我是上台讲话 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不忙各位 早上去师大博班考试 希望给孩子们学到老活到老的一个榜样 再怎么样忙 再怎么样行程感 都要代表教育局来向我们长官 跟像广长像老师资上12万分的协议 今天也动员了好多的学生职工来参与 今天真的是越棒越热闹 我记得去年跟今年就差了好多的学校 但是我看到带队的校长都没有变 就表示我们的校长非常重视我们的品德教育 至少也是要代表教育局向各位校长各位市长说真谢谢的 今年总共有34个学校 一百七十几位孩子吗还是134位的样子 116抱歉抱歉 我想同学们你们今天过来不只是代表自己也是代表学校 这是长庚跟教育局所给你们的一个荣誉 希望你们在未来也能够有了基础之后能够奉献 那今天也很特别下楼梯的时候看到去年只是看板的 这两只就活生生的出现了 也表示我们长庚对这个活动的重视 好就不再多说 因为最重要的是主角是在座的各位同学 那也谢谢校长的热情参与 谢谢各位市长把孩子带来给孩子最大的打气 那最重要是谢谢我们长庚文物企业馆 企业文物馆长期以来 今年是第八年对品德教育的推动 教育局也很荣幸能够参与 我们一起把品德教育落实在校园上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主秘 紧接着我们请主办单位台塑企业文物馆馆长 王光正教授上台致欢迎词 赖主秘 沈科长各位校长各位主任各位师长 还有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家长 大家午安 我想首先代表长庚大学台塑企业文物馆 欢迎各位贵宾的利林 在这百忙之中 我知道今天有许多活动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活动 运动会校庆 市政府也办了很多活动 所以大家都抽空来 所以在这边很高兴的 谢谢大家热情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今天品德教育实践讲办到今天 刚好第八届 那一路走来 有许多的师长们已经来过两三次 已经来过两三次 我虽然叫不出名字 但是我知道有来过 但是今天参赛获奖的大朋友小朋友 几乎都是第一次 所以我大概还是要简单介绍 为什么有这个奖 这个奖事实上是奖励孩子们 就是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 在勤劳朴实生活中的实践 那勤劳朴实是我们台塑企业的企业文化 我们台塑企业文物馆 除了做整个企业历史 企业文物的展览外 我们事实上也把这个企业文化推动到社会上 因为这个原因是我们举办这个奖 那勤劳朴实不仅是在企业里面适用 他事实上也是一个好学生 好公民 好国民的一个基本品德规范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 从去年开始 这个教育局跟台塑企业文物馆就合作 我们一同来办这个奖 那沿路走来我想很高兴 各位师长们的支持 那今年总共有34所学校 116名同学来参与这个奖项 那我们后来选出20名实践奖 22名优良奖 那其余74名为入选奖 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我也透过这个机会 首先谢谢参与的校长 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 在学校里面跟孩子们的接触 他们把孩子们的故事推荐给我们 我们才看得到 这也是我今天特别请各位家长跟同学们 特别谢谢这些师长的原因 那既然是一个奖项 他就会有竞争 他就会我们就需要挑出来 当然就有人得奖 有人没有得奖 或者是有人讲大一点 有人讲小一点 那我今天要在这里特别跟所有得奖的 这个同学们说明 其实你们的故事 我们都有看到 我们在评选的时候 实际上常常很为难 这个孩子 他到底该给他 这个实践奖 优良奖 还是入选奖 我们看到许多故事 有一些孩子们 父母离异 爸爸不在 或者是妈妈不在 或者都不在 这些孩子还是非常坚毅地走下去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孩子 即使爸妈都在 他也是把他生命中美好的部分 在勤劳普世上 做这样的发挥 其实我们评审老师 评审委员都深受感动 可是实际上是很难以割舍 所以难免会有分出差异 分出等地 所以我在今天这个场合 也特别告诉 如果万一你没有得实践奖的同学 没有关系 还可以来参讲 得了实践奖的同学 我也请这些同学 继续把你们的生命 发光发热 这是我们办这个奖的初衷 也希望一直走下去 谢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 谢谢官长的致辞 谢谢大家